我今天想要來尋找苗栗草莓之王 登登 484很大 YA 我要開始蒸竹芋了 好像有一點微微的煙冒出來了 外面就是這裡的景色 草莓義大利麵 它的麵提的都是粉紅色 下面和這個壽司也是有一點草莓味 感覺是一個很少女心的餐點 嗨 我是HAVEN 今天我來到苗栗 因為一年一度的草莓季又到了 哇 這個風 今天的天氣真的沒有很好耶 剛剛開車上來的時候 霧超級大 好了 現在也是很大 應該看得出來吧 整個都好霧喔 我還想說我今天是來賞霧的嗎 現在第一站呢 我要先去一間我自己口袋名單的餐廳 它叫中鼎山林 它就是一間漂亮的景觀餐廳 而且它同時還可以做煮浴 到了 就在這邊 這邊 那我們就先進去吧 右手邊這裡好像就是族裔區 但我們現在要先去用餐 所以要再往下走 哇 這裡面都是木頭跟紅磚 蠻特別的 看一下我們的位置在哪裡 哇 它這裡有好多層隔間跟那個小閣樓 好酷喔 現在這裡 有一種洞窟的感覺 上面都是石頭 還有一些老舊的家具 椅子也都很特別 這個很像老舊的小沙發 然後這個有點像是以前眉容 永遠才會出現的那種椅子 喔 這裡有貓 是可愛的橘貓 嗨 你在這裡睡覺啊 你在這裡 可是你在這裡我好難拍到你喔 你眼睛好漂亮喔 他不想給我摸 好啦 那我不要吵他 我們去吃飯 因為中頂山頂是位於 顧名思義黃黃的 這裡比較特別是他的副餐的飯 也是提供薑黃飯 然後我覺得他們也蠻用心 因為這附近就是客家嘛 對 像這個菜籃也是用竹樓 其實我本來來打算要點一個叫 草莓牛奶鍋 結果我剛剛問工作人 他們說要到月底才會有 所以如果大家有來的話 可以問看看 那個很特別 草莓技吃草莓鍋很帥耶 我的湯底滾了 先來包 我今天到底在幹嘛 等一下拿去洗一洗 湯底滾了之後 先把我的菜放下去 這裡有我喜歡的菇 三種 它有杏鮑菇 秀珍菇跟香菇耶 這一份薑黃牛奶鍋是350元 不過它這裡不收服務費 我就覺得還可以 就是景觀餐廳的價錢 這是醬嗎 這是皂皂耶 是要加在這裡面的嗎 它會給你加在薑黃飯裡面的吧 它這個肉 薄鮑菇黃鍋裡面煮完也會黃黃的耶 肉片還滿嫩的 我覺得它用餐區外面就是景觀還滿好的 就是吃飯很愜意 真的有那個蛋蛋的牛奶味在裡面 然後我這裡還有一杯飲料 水果冰鑽 這邊的滴膠是一人一杯飲料 所以如果你們沒有要用餐也可以來裡面喝茶 現在吃飽它來做煮浴囉 它這邊煮浴有分兩種 像這個就是開放式的 另外還有包廂式 兩個費用跟時間都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在等我們的包廂 然後我就越來越冷 我就想說來跳一下健康超好了 我們吃快樂的好 額頭 身體好 健身好 什麼愛心血 有力 人人見得都喜愛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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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我們去泡足浴可能會不會比較溫暖一點 謝謝 好 我要開始蒸足浴了 它這個跟一般想像的足浴不太一樣 它是用蒸的 所以現在我的腳放在裡面 然後裡面在預熱 蒸足浴還要附一份小點心 就是黑糖糕跟黑糖薑草 冬天的它一定要來這裡 因為我剛才妹子這樣抖抖抖 進來就好多了 本來想說 可以欣賞一下外面這片美景 結果整個都是霧 好了換一個角度想 其實霧也蠻漂亮的吧 我剛剛有問姊姊說 那老薑的部分在哪裡 她說他們已經有把老薑加在裡面了 欸有欸有欸 我的腳好像有一點 有那種流汗的感覺 它在滾欸 好酷喔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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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欸好像有一點微微的煙冒出來了 外面就是這裡的景色 其實霧萌萌的也蠻美的 接下來第二站就要來採草莓 我現在來的地方是 碾碾草莓園 現在要先來拿籃子跟剪刀 謝謝 放後面高架喔 好 旁邊就有停車場很方便 這邊就是以時價去計價称重的 這就是高架草莓 一般傳統的草莓就是在地上 你可能要蹲下去才能採 然後這個板著就能採 它還有下面有一層比較小的 所以小朋友來也是採得到 它那邊有傳統的草莓園 然後現在走進來這個就是高架草莓 我今天想要來尋找苗栗草莓之王 看看可不可以走到很大顆的草莓 這欸好漂亮好漂亮 你看這三顆超美的 他們是草莓界的美女欸 我要吃三顆美女吃美女 好香喔 我覺得我很喜歡採草莓的原因 就是除了可以玩 還可以聞到那些草莓的味道很療癒 你看我發現一顆 這個有很大吧 這個這個 很大吧 你看我剛剛採的是這樣欸 我先把它剪下來 哇 超大超大 你們看 嘿 這裡也有喵喵欸 你是草莓園的主人嗎 你的尾巴打到我囉 剛剛伯伯說 後面那幾排比較多大顆的欸 我聽到了 嗯 趕快走 哇 哇 這顆這顆 這有嗎 這樣有很大了吧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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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是兩顆長成一顆啊 我咻咻咻就剪這麼多咧 這個好像很大喔 我把它剪下來比看看 看看 看看現在最大的是 它 欸 它好像有比它大欸 喔 它是目前冠軍喔 草莓王 哇 這個是什麼 這是草莓嗎 這是草莓嗎 欸 好大喔 發現一顆很大顆的草莓 在這裡 四八四很大 現在有三位選手 一 二 三 那好像真的它比較大欸 它是今天的冠軍 將將 恭喜你 成為今天的 碾年之王 我才是今天最大顆的草莓 耶 我現在採的差不多了 我還滿喜歡這邊的欸 我覺得這裡的草莓都還滿大顆 而且都很飽滿 很鮮紅 重點是走在裡面真的很乾淨又好香喔 好喜歡這種草莓的香味 這邊是我剛剛採的草莓 來去看看這邊多少錢 好了呢 對 那拿回去要怎麼保存比較好 就是連盒子一起進去冰箱保存 最久可以放幾天啊 如果你採的時候都沒有讓它受傷到的話 其實一個禮拜都可以放 主要是你在採的時候有沒有 有可能會撞到 因為可能大家比較不會採 它會去抓底下的草莓 其實這要抓上面那個梗 聽到嗎 所以之後採草莓要抓那個梗 如果沒有傷害到草莓的話 可以保存7天 我剛剛結完帳了 它一斤300 然後我的是266 老闆娘也很好耶 算我260而已 因為它剛剛也有檢查我剛剛採的草莓 這顆是比較軟 它就建議我旁邊的水洗一洗就直接吃 它雖然很大顆 但是還是很甜耶 好幸福 第三站就是來到花間井 它是一間很有鄉村風感覺的店家 重點是草莓季的時候 他們都會賣非常多的草莓料理 外作業區就有一種南法風格 房戶旁邊的露天座位 現在要先找位置之後再去點餐 草莓火鍋這裡也有 我趕快點一個來吃看看 然後它這裡也有草莓牛奶雪花冰 也是一定要點的 都是草莓季限定的喔 我記得還有一個是草莓奶油海鮮 義大利麵 記得有草莓陶餐 OK 結帳 它櫃檯這裡居然還有泡泡 也太可愛了吧 好浪漫 好童話感喔 哇 草莓大餐上來了 甜鹹都有 可是為了要拍照 所以我就讓他們一起上桌了 趕快來吃我的草莓冰了 不然它等一下就會融化 其實它給的草莓分量還蠻多的 而且它的雪花冰本身也是有草莓的 不是白色的那一種 草莓味很濃 煉乳也給的蠻多的 不過有點甜 它上面也有林草莓醬 我覺得這碗很OK 這碗很冷也要點 因為它長得漂亮又好吃 再來是鹹食的部分 這個草莓火鍋我真的是沒有吃過 它本身是一個正常的火鍋 只是它上面有幫你多放了三顆草莓 就可以讓它下去煮 但據說好像味道不會有太大的不一樣 它火鍋的份量現在看起來是蠻多的 肉片很多 然後還有一些火鍋料 還有有菜 還有玉米 這鍋裡面是滿的 它旁邊還是有再多附一個小菜盤 讓我的火鍋煮一下 然後我現在先來吃它這個 草莓義大利麵 它的麵提的都是粉紅色 旁邊有一些草莓切片來做點綴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草莓味 頂多就是有一個甜甜的香味在裡面 但他們的義大利麵是屬於偏硬的那一種 下面還有這個壽司也是有一點草莓味 這些海鮮在裡面久了也都一起變粉紅色的 感覺是一個超級夢幻的少女心的餐點 這個肉煮好了 我很期待這個 因為他們連沙塔醬裡面都有放草莓切塊耶 就打小樣味道吃一吃 最後有一個甜甜的感覺出現 其實有點貴貴的 然後他們的草莓餐點都會再另外給一顆小小的草莓 YA 今天苗莉的草莓玉油就到這邊結束了 雖然今天不像我想像當中的藍天巴雲 可是我也去採了很多的草莓 吃了很多創意料理 尤其是那個草莓義大利麵 還有在地特色的薑黃火鍋 我覺得都很不錯 那個蒸竹玉也很酷 反正大家也可以照著我今天的行程去玩 我覺得今天的行程算是老少賢 你就是小朋友跟長輩都會喜歡的那一種 重點是他還期間限定 大家快一點草莓季現在開跑了 大家趕快來拆草莓囉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看完記得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 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不然你會不知道我上片的 要不然你就追蹤我的IG好嗎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